沙拉三部曲第三部 猫头鹰一言值千斤 第二十章 沙拉往树屋去的路上 心里的火气越来越大 她一直在想所罗门说的话 人体内的细胞可以自愈 心情愉快时 人体内的抗拒率减弱 身体的康复就会加快 赛斯的父母太蠢了 沙拉想到 他们不帮赛斯开心起来 反倒惩罚她 不让她做自己最喜欢的事 他们在阻碍她康复 沙拉等等 沙拉听见后面传来赛斯的喊声 她觉得不太好意思 赛斯来得不巧 正好撞上她想法最消极的时候 说不准 这是她平生最消极的想法 她试图立即改变情绪 可她脸上的神情泄露了她的心情 沙拉 怎么了 看上去就像你的猫被压死了十次似的 沙拉笑起来 没事 我的猫命大着呢 我想 安妮特已经告诉你了 我被暂时流放了 赛斯努力说的有趣些 是呀 我听说了 沙拉 别担心 比这糟糕的事情我们也经历过 都会过去的 无论如何 缠着这些绷带 我也没法在绳子上当什么花样 沙拉看着赛斯 深深地注视着她的眼睛 想肯定她是不是真像她说的那么轻松 不过 看起来她并不烦恼 反而显得平静 自信 我知道 你说得对赛斯 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知道会的 沙拉 你和安妮特去那里玩吧 再见 沙拉放下心来 她真高兴 赛斯没有生父母的气 看起来 她没有让身体处于阻碍伤口快速愈合的抵抗状态 沙拉冲下大路 上了通乡树屋的小径 赛斯则沿着大路继续往家走去 可赛斯不来树屋 就是让人感觉不对劲 沙拉觉得很忧伤 她转过小径的最后一道弯 来到小溪边 瞧见安妮特站在树屋的平台上 抬头望着树梢 沙拉把东西放在树底下 自己沿树梯爬上了平台 好像什么都不对劲似的 赛斯应该在这里的 一切就仿佛是昨天的事情 她和赛斯在属于他俩的树屋上快乐的荡秋千 分享着甜美的友谊和激动人心的秘密 可现在一眨眼的功夫 赛斯就被从树屋上驱逐出去了 甚至被迫离开了索罗门 站在这里的却是新来的女孩 当初赛斯邀请安妮特加入他们的小圈子时 沙拉本来就不乐意 可现在安妮特似乎取代了赛斯 赛斯走了 安妮特倒在这里 嘿 安妮特 沙拉念念地打着招呼 听到自己的声音 沙拉觉得应该表现得开心些才对 嘿 沙拉 安妮特应了一声 声音听起来一点不比沙拉开心 哦 咱们都到了 安妮特说 是啊 沙拉说 索罗门高高地 骑在河对岸的树梢上 望着两个女孩子安顿停荡了 等他们坐稳了 她就飞过河来 轻盈地落在平台上 噗通 喂 大家好 我亲爱的无所畏惧的 友好的 爱好自由的 没有羽毛的女性朋友们 两人都笑起来 索罗门 你总这么快乐吗 哦 是的 安妮特 我想是的 忧伤让人无法接受啊 沙拉看着索罗门 索罗门自始至终 贯彻着她的哲学 不停地寻找让自己开心的事 这点她实在佩服 她希望自己能更像索罗门一些 无法接受 安妮特说道 听起来快乐成了你的选择 始终是我的选择 索罗门的回答让安妮特撅起了小嘴 沙拉望着她撅嘴的模样 还有她脸上热切的神情 不由地想起她和索罗门也曾有过多次类似的对话 沙拉不费劲就能猜出 安妮特下面要说什么 因为这样的话 她自己也说过很多次 可是索罗门 有时候有些事情你没办法控制 那让你心情好不起来 我知道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安妮特 事实并非如此 有一天你终究会明白 你能够随时把握你的感觉 沙拉知道 在这一点上 索罗门是正确的 因为她已经亲身体验多次了 她可以改变她的关注点 并由此改变内心的感受 可是听着安妮特和索罗门的对话 沙拉不禁想到安妮特的妈妈 想到她的死 这是多么令人伤心的事啊 在这件事上 怎么能够转移关注的焦点 使自己好受起来呢 可是索罗门 安妮特反驳着 沙拉拳起双腿 下巴靠在膝盖上 她闭上了眼睛 鼓起勇气 准备承受那些令人心碎的话语 安妮特肯定要说起 她妈妈的死了 可是索罗门 安妮特接着说道 我们在这奇怪的树屋上荡秋千 可是造树屋的人 塞斯 我们的好伙伴 却再也不能来和我们一起玩 沙拉和我 怎么能开心得起来呢 沙拉睁开眼睛 诧异地瞪眼看着安妮特 她指的可怕的 无法控制的事件 竟然是塞斯来不了树屋 而不是她母亲的死 索罗门微笑着 深深地凝视着沙拉的眼睛 欢喜地看着她醒悟过来 安妮特似乎已经将丧母之痛 抛到了身后 沙拉虽不清楚具体情形 但她可以肯定这点 索罗门曾花了很多时间和沙拉谈论 转移关注点的事 她说过 无论发生什么 将注意力转移到 其他催发生机活力的事物上去 心情就会好起来 这法子非常有效 但对这点 沙拉从没像现在这样 理解得那么透彻 她背靠着树坐在那里 专注地聆听索罗门 给安妮特解说 曾经很多次 她也如此这般解释给沙拉听 比如 无论发生什么事 不能中断和幸福之流的联系 还有 如何能够控制你的感受 那是因为 你可以控制你关注的焦点 索罗门开始说了 一切发生的都是美好的 沙拉和安妮特都直直地盯着索罗门 两人都没说话 她的确抓住了他们的注意力 你们称之为美好的事 当然是好的 因为当你关注它时 你感觉美好 于是更多的美好 自然随之而来 你们称之为坏的事 其实也是好的 因为当你注意到它时 你会更清晰地意识到 你所想要的 这个时候 你就生出了对美好的向往 这一向往诞生之际 美好即向你涌来 因为在新生的愿望里 需求总是得到回应 你只需学会如何让它进入 这就是答案 顺应它 让它进来 莎拉微笑着倾听索罗门的解释 她觉得 没有什么比听索罗门解释 事须物理更有意思的了 她曾经告诉过她 言语并不能交给人什么 教你的是人生经验 若能将两者相结合 那就再理想不过了 索罗门用语言解释给她听 自己的人生经验又可以佐证 这时候莎拉最满意了 她记得索罗门告诉过她 当你经历你所不喜欢的事物时 你才更清楚地知道 什么是你喜欢的 索罗门换了一种方式 说给安妮特听 不过 莎拉也一样喜欢 当你生出新的愿望后 愿望总会得到回应 你只要学会如何顺应它 我把这称为顺应的艺术 索罗门接着说道 让她进来的艺术 让什么进来 安妮特问道 所有你认为美好的东西 成名 生命的活力 幸福 健康 平衡 关注点 充裕 赛斯回到树屋等等 那么你是说 坏事发生时也是好的 就像不许赛斯到树屋来 因为这是我们更加向往 我们原本拥有的东西 是吗 正是如此 嗯 如果没有不许赛斯来树屋这件事 岂不是更好吗 呃 看起来是的 但其实并非如此 因为两者一比较 你会比任何时候 都看得更清楚 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没有这种比较 你就不会重新去关注他 因此丧失了其中的乐趣 而且你会丧失动力 不再期盼更大的完善 安妮特仍是将信将疑的样子 我不明白索罗门 瞧 姑娘们 美妙人生的精华 为你们筹划出新的愿望 你们就像开拓者 站在思想的最前沿 进军的方向将由你们自己决定 然后所有的宇宙力量 都将助你们一臂之力 莎拉一边听一边微笑 她记得这些索罗门都跟她解释过 她还把宇宙力量叫做 宇宙的精灵 索罗门看看莎拉 你管她叫宇宙的精灵好了 莎拉咯咯笑起来 索罗门能洞察她的内心 她喜欢这点 我还是不明白 安妮特嘀咕着 我觉得 就眼前的事情来说 索罗门问 如果你直接和宇宙的精灵对话 你会对他们说 希望他们做什么 我们希望塞斯回树屋来 安妮特拖着哭腔说 好的 索罗门答道 可是索罗门 这不是让我们又回到当初了吗 我是说我们原来就 你说得对 安妮特 所以现在我问你 你还会要求别的什么吗 我们希望塞斯的身体康复 沙拉加了一句 对 可是索罗门 安妮特又争辩说 我们还是回到了当初 比方说 受伤的意义是什么 为了可以康复 或者 为什么要被赶出去 是为了可以回来 我不明白 沙拉皱起眉头 安妮特说的有道理 哦 孩子们 你们为什么不想一想呢 第一步 你们要看看 除了回到当初外 是否还有新的愿望 你们现在想要什么 比以前更想 同时 我认为 我得从更广阔的视角 来思考这一切 说完这话 索罗门展开有力的双翼 飞走了 两人坐在那里 面面相去 谢谢索罗门 你帮了我们很多 安妮特打趣道 是啊 沙拉微笑着说 我们现在想要什么 安妮特把索罗门的话 重复了一遍 我想让塞斯回来 沙拉开口道 我想让他完全康复 安妮特又说 而且没有伤疤 沙拉说 我想让他的父母别管他 给他自由做他想做的事 对 安妮特补充说 我想让大人们 别把我们当孩子对待 我是说 我们懂得比他们认为的多得多 对 沙拉又说 还有更信任我们一些 多听听我们的想法 别老对我们忽来和去的 给我们自由 沙拉和安妮特坐着注视着对方 嗯 我想我们确实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了 我是说 这些以前我都想到过 但从没像现在这么清晰 安妮特说 我知道 沙拉说 太好了 索罗门从河对岸飞过来 在女孩子们身边落下来 哎 姑娘们 我看见树屋上升起不少火箭 看来你们的愿望攀上了一个光明的高峰 我承认 第一步 你们做得很出色 沙拉和安妮特露出了笑容 现在孩子们 让我们做第三步 第三步 安妮特说 第二步呢 第二步不是你们的任务 安妮特 第二步是宇宙精灵们要做的 是这么回事 第一步 你们请求 第二步 宇宙精灵们回应 第三步 你们必须处于接收状态 准备接受你们所求的东西 你们看孩子们 时空的奇异对比 使愿望在你们身体里迅速滋生 愿望一旦产生 即使你不用言语说出来 宇宙的精灵也可以听到 他们会立即行动起来 对你的愿望做出回应 索罗门 他们总是做出回应吗 是的 安妮特 从无例外 索罗门 好像不是这样 我的意思是 有很多东西 很多人想要 但并没得到 哦 安妮特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只会因为一个原因 他们没有使自己处于接收状态 以便接受渴望的东西 有时候 得费点功夫 学会让你要的东西进来 不过 一般说来 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 不断地寻找 使你感觉好的想法 直到你发现为止 然后继续寻找 使你感觉更好的想法 最终 你会进入状态 让你想要的东西进来了 可是 索罗门 要是我们不停地找啊找 可就是找不到 那该怎么办呢 那样的话 到绳子上当鞦韆好了 想想别的事 最重要的是 让它进来 所以 如果你对一件事 感觉不好的话 另选一个轻松些的好了 记住 除非你肯定 自己处于接收状态 否则的话 别试图主动做什么 玩得开心 索罗门说 她突然从平台上飞了起来 飞走不见了 我看 我们当鞦韆吧 安妮特轻声说 好吧 善拉平静地答应了 想想 就他们自己在树林里 快乐地当鞦韆 而赛斯 却不能和他们一块玩 两人其实都开心不起来 我想 闷闷不乐 也帮不了赛斯 嗯 是啊 你先来吧 沙拉说 解下绳子 递给安妮特 好的 安妮特说 将脚放进绳子末端的环套里 她抓住绳子 抬脚离开了平台 悄无声息地 当过了河面 她没有把绳子倒旋过来 只是安静地 当过来 当过去 沙拉在平台上看着 纳闷 安妮特为什么不玩 她平时的那些花样 突然 安妮特激动地 从绳环里抽出脚 跳上了河地 沙拉 沙拉 安妮特在下面喊道 我想到一个主意 你想学头朝下 倒着飞吗 沙拉立刻来了兴趣 好啊 她热切地回答 好 不过你得下来 下来 沙拉有些失望 我想从这上面 往下飞 我知道 你会的 不过 你得从下面开始 沙拉爬下树梯 安妮特卷起了裤腿 你在干什么 沙拉问 我们必须汤水 下到河里去 沙拉 我是在体操馆里 学会悬在绳子上的 你先得练习 把身子悬起来 这样 挂在绳子上 才不难受 然后 你才能倒挂着 从树上掉下来 你必须先学 最基本的 沙拉 然后才可以 从树上飞起来 哦 沙拉觉得失望 但她相信 安妮特是正确的 安妮特 我觉得汤水下河 可不是好主意 有些地方 河水比你想象的深多了 而且水流 比看上去的要急 安妮特往河里望去 我想你说的对 沙拉 沙拉很高兴 安妮特信任她 对河水的判断 可现在他们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 安妮特抱怨道 在那上面 倒挂着危险 可在这下面 倒挂着也危险 好吧 我们知道不想要什么 安妮特缓缓地说 仿佛在练习 她刚从索罗门那儿 学来的话 头一次玩绳子把戏 我们不想让你摔断脖子 也不想被冲到下游去 我们想要的是 她大声说 另一根绳子 沙拉 你知道这里 或者其他什么地方 还系着别的绳子吗 沙拉眯起眼睛 努力思索着 对了 沙拉高兴地说 我家后院里 还系着根绳子 下面吊着个老汽车轮胎 不过 我们可以把它解下来 走 安妮特开心地说 去看看你的绳子 两人收拾起东西 几乎一路跑到了 沙拉家的后院 哎 在这儿 沙拉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一边将东西丢在草坪上 立即就去拽 系着轮胎的绳结 你看呢 我们能把轮胎解下来吗 哦 沙拉 别去麻烦了 这根绳子不够粗 我们要的绳子 要比这粗多了 要不你身子挂不住 这不行 我们得另找一根 沙拉太失望了 她恨不得现在 就倒挂在绳子上 我看可以问问 体操管的老师 看能不能在学校的 体操管里 寄根绳子 我想 赛斯在树屋上寄的绳子 肯定是从体操管找来的 哎呦 好了吧 安妮特讥讽道 那你等一年后吧 等你爸妈填完上千份许可书 等学校里买好保险 购回保护网 请来职业助手 那时你可以当绳子玩了 哦 什么是行不通的 什么是我们不想要的 弄清楚这个 肯定容易些 我看 可以试试索罗门说的 我们谈谈新的愿望吧 我们想要一根绳子 现在就要 安妮特笑着说 我们想要一根 又粗又长的绳子 莎拉开玩笑地附和道 我们想要一根 又粗又长 光滑柔软的绳子 安妮特补充说 我们想把绳子系在树上 要么 要么系在桥上 要么从天上 两人放声笑起来 哦 对了 天上得有只巨大的吊钩 安妮特说 大吊钩 莎拉叫道 我知道哪里有大吊钩 我知道哪里有系着 大绳子的大吊钩 在骨仓里面 在威尔森霍姆家的骨仓里 我想起来了 那一次 替威尔森霍姆太太 救她的小猫 我去搬梯子时 看见过 骨仓在哪里 莎拉 我们去吧 太有趣了 莎拉说 我是说 我们真是 按所罗门的话去做了 首先 弄清楚了 我们不想要什么 诸如 从绳子上掉下来 摔断脖子 或者 被河水冲到下游去了 等等 这样一来 我们就愈发清楚 自己确实想要什么 想得越多 心里就越明白 最后 我们竟然能找到 完全适合训练的绳子 现在 要做的就是保证 让它进来 嗯 我们好像是 让它进来了 对吗 我是说 你能想起来 骨仓里有绳子 这不是很神奇吗 可是 不打招呼 就到威尔森霍姆家的 骨仓去 想起来好像很是不妥 可是 要去问可不可以去呢 让人觉得心里也不舒服 那现在怎么办呢 我觉得现在行动 可能太仓促了点 天有些晚了 我们明天在树屋见面吧 先问问索罗门吧 好吧 明天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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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